全新Chevrolet Cruze 欢迎回到最后一节的市场回顾 现在立刻和大家谈谈其他的经济数据 美国物建筋大学今天与路透社联合公布了 他们所统计出来的美国月份消费者信心指造的中值 为77.5高过初值和经济学家平均预期 以及之前一个月的中值 更加创下了三年来最高的水平 另外二月的现况指数也升了5.5至86.9 预期指数也升了2.5至71.6 它升到77.5应该是一件好事的 但这个统计计的时候是中东出现问题的 油价也未升着 现在最近油价升到这么高 现在美国的平均每一加卵有 升到3.25人钱一加卵 那你说下一次你看这个数据 我包你一定跌下来 这个时候不如转向我们加拿大公布的经济数据 加拿大的财政部今天公布了加国12月份的赤字 大约为14亿美元 对上年同期来说31亿美元显著下滑了 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税务的收入增加 以及计划开支减低了 是的 到头9个月 现在加拿大的赤字就是274亿 原本政府的预测 今年的赤字是454亿 你过了9月到274 就是告诉我们 今年的赤字一定会比预期低 我的个人数据大概350至360亿 所以这个原因是为何今天加币这么强 那为何加拿大的赤字少了 就是因为加拿大经济比预期好 那些个人、纳税和公司纳税比预期多 给多了120亿的税收给联邦政府 所以加拿大的赤字就降低了 那因为今次的赤字降低了 到2011至2012年 加拿大政府预测的赤字会收到274亿 那这个时候不如转提一下 一些个别企业的消息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都跟大家报导过 就是苹果公司下星期三 3月2号 就将会发布平板电脑iPad的第二代 自己身边很多人都买了iPad 对他的评价有好也有坏 而其实第一代的iPad 在去年4月3号才推出市面 那现在不够一年 又推出第二代了 其实Narson你怎样看呢 我首先说 因为想说股票线 股票最近升了5个几人前一股 很多人就预测iPad出来 通常股票会上升 所以股票一直到3月以后 一直升到一路再升 也有可能 但是我看今次的新iPad iPad2 其实如果你没有iPad的朋友 想买这个 我觉得你不应该买自己的新iPad 为什么 你现在看他最近宣布的消息 是什么呢 这个暂时iPad2一出了 不久的将来很快 就会出iPad3 为什么会这么快转呢 因为这个iPad2 就是一个stop gap between iPad1 因为现在新的出了很多平板电脑 有的相机 前后都有相机 Apple没有 那变成了 一个新的有相机的 和外面的那些 Android 譬如Google 那些 来做竞争 另外 他今次 也有些人会失望 如果有用过iPhone4的朋友 比较到iPad1 你发觉iPhone4 有个叫Retina 的Display 那个Display 相当之漂亮 今次iPad2 仍然未有Apple出不及 所以很多人 如果你买了之后 如果看出来 跟iPad1 没什么分别 你可能会少少失望 尤其是买了 不够四五个月 可能Apple又出iPad3 那时候 你又更加会失望 有很多iPad的问题 仍然没有改善 仍然没有USB port 你不能插手指去下转 亦都没有SD slot 即是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找东西 save information 那样 然后 未来那几个月 那半年至一年内 在iPad平板电脑那方面 竞争越来越大 譬如4月24 加拿大BlackBerry的playbook 也都会出街 很多东西 譬如说 苹果的iPad 虽然不是太贵 但亦都比Kindle 那些平板电脑 还有 仍然很多人不喜欢它 你用什么软件 仍然被Apple控制 最后一样 到头来 我看到iPad2 仍然这部不是电脑 电脑的意思是 你不能安装自己的设计 转自己的东西 虽然苹果的iPad1 卖了800万部 但很多人仍然对这个 tablet 仍然有相当的保留 像是小Nelson所说的 iPad2可能只是 苹果的一个策略 填一填的空档 在iPad3之前出 没错 可能不久之后 又会出iPad3 不妨考虑这个 以前的意见等一等 现在和大家预计下 下星期有些什么的经济数据出炉 美国方面 星期一有1月份的个人收入和支出 2月份的芝加哥PMI 还有12月份的代售成屋销售数据 GDP的就业人数变化 还有原有废存 以及开皮书的报告 星期四有初领救济金数据 然后再加上有第四个月的 非农产率的 生产量 然后ISM的Service Index 这个也是相当之重要的 因为美国超过七成的经济系统 在服务行业方面 星期五那天重要 相当之重要 美国的失业率 以及Non-Farm Payroll 以及Factory Order 就是工厂的订单数据 我们看看下星期有什么 有什么业绩的报告 下星期一就没有 一些重要大的企业业绩 报告 去到星期二就有 我们加拿大的满银BMO 它的股票代表BMO 来公布业绩 就有美国的Dudron Corporation 它的股票代表DNDN 去到星期三就有 美国Costco 它的股票代表COST 去到星期二就有CNQ 还有George Western Limited 它的股票代表WN 还有我们加拿大的 黄银Royal BankRY 还有就是杜明银行TD Bank 它的股票代表TD 是的 不是说所有的公司 我们觉得对大家观众 值得留意的业绩 就是这几间公司 所以大家留意着下星期 我们会跟大家分析到这些企业报告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星期一、七点钟 再跟大家见面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咨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